请专家推荐 市值组来到广东省韶关市东雷村 在这里 我们见到了蔡家泉第六代传人胡又来 称如林教授所说 胡又来并不是专业武术工作者 他多年来以采药为生 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人 我有三个女儿 我老婆 现在不在家 现在去扫班做工去 打工去了 那现在就你一个人 不是 女儿在不在 我有个女儿在 女儿在 这个有病的女儿在家 女儿生病了是吧 是 后来我们才得知 胡又来的女儿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需要专人看护 本来也想去成立打工的她 只能无奈地守在家里照顾女儿 不菲的医药费 让一家人的生活处处捉均见着 您这个采中采药的这个技术是跟谁学的呀 跟师父嘛 以前出去教教人家学十指啊 练武啊 那路上的时候碰到什么药就采什么药 就师父告诉我这个什么药用干什么的 自己就知道了 你们这个采药权跟这个师父教您的这个这个中草药 跟有关系吗 关系很大 有一定要 一定要有中草药了 因为鞋前都是跟中草药是离不开的 像鞋前后可以整治两线就离开 没事 这个墙 平道里你试一下也可以 你试一下 看一下怎么讲 不怕我有压 轻轻点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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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下 哎呦 疼 我这不是平的 很疼啊 这 你没练过 哎呦 哇 哇 已经 哎呦 哎呦 这个打坏了 这个像我这个已经伤了 哇 你这伤了这个 没事的 你看我就用这个药 这个纸巾 或者以前就用棉花啊 或者是草籽啊 弄一点 一点点 弄一点点呢 它就这样浮动 那明天它就好了 就开口了 这么神奇啊 是啊 它这种药也是跌打 然后它也消 我看你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种中草药泡的吧 有十多种啊 这个 为了向我们展示蔡家泉的食用技法 胡友来约上了师弟在村里的寺堂见面 好 在祠堂的控场上 胡友来向我们展示了蔡家泉的双头棍 他告诉我们 这种双头棍 是由日常打鱼的撑杆 因变而来的 在民间武术中 很多农具就是兵器 我们眼前看到的 我们眼前看到的仅仅是编排好的双头棍对练套路 好 好 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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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这样 嗯 棍头它动一尺 棍尾 你看 一尺 棍头 棍尾 就动一尺 他猜渣成就快 他跟我打到这里 他搞开了 小心你的手 没事的 很轻的 他棍来了 我就这样 棍不来我就要扎起 就这么整的 第二天一大早 胡友来带我上山采药 他告诉我 年轻时 就在这采药的路上 师傅手把手 教会了他采家圈 传到自己手里 已经是第六代了 小心点 这刚才有个树光 是啊 你看 没事 慢点 慢点 我最要搞到壁底了 小心点 没事 没事 是啊 挖一下行 转个根 看 断了 这个 你闻一下 很香的五指毛套 嗯 还真是 是啊 泡酒 泡酒也行 泡鸡也行 挺好 真是 来 先吃一下 平常一周出来几次 一般就挖一天 卖一天 那你现在这样的话 你能保证自己的这种 家里面开支吗 那就刚刚差不多 它是属于精神分裂的 精神科的 您在家就照顾它 是啊 没办法的 你走 你走 走不了很远 那我 现在来说 我手里都要钱 那人家都没有钱 他怎么学呢 有啊 有想学的小孩 他爸爸妈妈都没钱啊 找我 他说少一点啊 我少一点 你一天 我去打工 有一百块钱 他说 你才给到二十块钱 一天给我 那我生活怎么生活 那也就传承不了 也是这个问题 那到您这一代 您下边的第七代 就没人了 那没办法 他没学习 我跟师父就是说 那个感情 就不统计他的感情 就是复制感情一样 所以他就想到我 把这个传承给我 我现在穿着补下去 那没办法 是不是 对吧 那不好意思 我眼泪切了 知道吗 进入咸子 那些人 都什么事 就能完成了 回家 一手 还要做到 我现在穿着补中 我来说 你把那些人带到 自己的东西 你去换补下 我拿到去 你去看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